好,這裡有一個我最近部落格介紹的文章 您可以從我右手邊也可以連到我的部落格 早上我們也有講過嘛,你可以找關鍵字 在應該是,現在是第二篇 這個 因為我們剛剛有用網頁的放大對不對 可是平常如果老師您在給同學要看的是一般文件或像桌面 請問要怎麼放大? 我不要用軟體 蛤? 就是,我就已經這麼大啊,就只有這樣 早上我們是把圖示放大而已嘛 對不對?可是我想要讓它再大一點啊 這樣啊,這樣是連字都放大吧 對不對?還是你要用另外一種模式都沒有關係 但是重點在什麼?我想要用這個 請問你有沒有用過這個? 蛤?這個是什麼? 這叫放大鏡? 本來是要給視障,視力障礙的人用嘛 可是其實我們在教學上也很好用喔 你看它有幾種模式,我們在設定這邊 不是,在檢視這裡 有沒有三種模式 一般預設就是全螢幕像剛剛一樣 其實你也可以變成透鏡 也就是說我今天有需要的時候 你看,我就讓我的這個,我先放大 你看滑過來,有沒有中間這一塊放大 欸透鏡也是一種方法啊 對不對?好像拿放大鏡一樣嘛 它叫透鏡 所以,像我們常在 像我參加一些演習 可能都是科技類比較多 他們會,比如說程式碼啊,網址啊 它就用這種方式放大 這樣我們再告訴同學說 欸你來看這裡的時候 請問這個地方有沒有 看網址 是不是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當然這個視窗的大小也可以做調整 也可以做調整喔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用 那不管你是用哪一種 檢視的方式 請問放大鏡要去哪一種 從這邊 然後慢慢的往下找對不對 部署應用程式 所以有沒有快速鍵 有 其實 您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什麼時候Windows開始有這個 鍵盤上有這個 應該是好像Win Win7以後吧 開始有這個 而且有沒有左右各一個 請問平常你會拿那個來幹嘛 這樣很尷尬對不對 對因為你只要按一下就開始嘛 沒錯嘛 以前反正鍵盤啊 沒事按一下 喔開始 然後就沒了 可是其實它有蠻多組合的 那麼你往下走 你就是這個 跟我們剛剛網頁放大一樣 加號減號就好 就可以自動 第一次按的時候它會啟動我們的 什麼放大鏡 那啟動完你看這個加號 有沒有就變大 減少 那當然其實建議您就是在放大的時候啊 它在Win10喔 它的放大不是一次就變100 它會怎麼樣 它會比如說125 150 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你一次放大100 效果是比較好的 也就是說不會有鋸齒狀 不會有鋸齒狀 那如果您是125啦 這樣一直慢慢的上去的話 那個鋸齒狀會比較明顯 就是在這裡 這個齒輪這邊 有沒有齒輪這裡 這個已經有調整過了 預設值應該是25 25 所以您可以直接把它一次的那個間距就變成100 這樣您在做的時候就像我們剛剛一樣就變得比較平順 會變得比較平順,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比較特殊的 不用工具事實上也可以用 就是不用增加任何軟體事實上也是OK的